这是一张元素周期表 上面记录了人们发现的118种元素 初中和高中阶段呢 我们差不多熟识了其中的前20种元素 如果有观众还记得这20种元素 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 接下来我们考虑一个天马行空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元素周期表上的所有元素都吃上一口 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我们拿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元素来谈一谈 先来说气体 元素周期表上第一位的是氢 在通常状态下 就是以气体的状态存在 如果猛吸一口氢气并不会发生什么 因为氢气是一种无毒无害的气体 不过呢 氢气是一种非常容易燃烧的气体 如果吃的时候不小心遇到了明火 那么你就会表演一次恶龙吐息 不过好在氢气不容易产生爆炸 至少没有性命之忧 接下来是氦气 氦气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二号元素 是一种非常不活泼的元素 这也就意味着氦气非常的稳定 在日常中我们可以用氦气来做保护气体 如果对着氦气猛吸一口会怎样 不会出什么问题 因为氦气太稳定了 吃一大口顶多放个屁 不会产生什么特别的影响 接下来介绍氯元素 氯为元素周期表上的第17号元素 在常温常压下以气态存在 我们通常称之为氯气 氯气是一种黄绿色气体 有非常强烈的刺激性器外 并且拥有剧毒 如果吸入一定量呢 就会对生命造成危险 另外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 八次消毒液大家都知道吧 劫测磷也都知道吧 两者是不能在一起使用的 因为两者的化学成分在一起 会发生化学反应 而氯气就是其反应产物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切记 那么金属元素我们吃下去会怎么样呢 如果将元素周期表的金属元素吃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说到金属元素 铁和铜一定是人们最常见的 铁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26号元素 虽不在前二十 但是依然是人们普遍都比较了解的元素 在现实生活中一般很少见到纯铁 因为铁的化学性质比较活泼 容易被氧气氧化 所以我们一般见到的都是铁的氧化物 那么如果我们吃一口纯铁 下场会如何呢 那毫无疑问 只能是死亡 不仅是纯铁 只要是纯固体金属元素 吃下去都会要了小命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 我们不能够吃铁 铁是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 其中二架的亚铁粒子 是人体中血红蛋白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食物 来摄取到微量的铁元素 铜也一样 铜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29号元素 相比于铁 铜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呢 更为广泛 因为铜拥有非常好的导电性 所以铜丝可以用来做电缆 又因为铜有良好的导热性 铜也可以用来做散热材料 并且铜有着非常好的延展性 处理起来要比其他金属元素要轻松 因此许多艺术品呢 都是选用铜来作为材料 当然纯铜也是不能吃的 但是铜离子也是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 我们只需要吃一些豆类或者是骨类食品 就可以补充铜元素 既然说到了金属元素 怎么能少了金呢 金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79号元素 是金属元素中的贵族 曾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被人类当作货币 就是到了如今 金子依然非常的保值 当然了 虽然金元素非常高贵 但是吞下一口纯金 依然逃不了隔屁的命运 不然也不会有吞金自尽的说法 如果吃下元素周期表上的特殊元素 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什么奇怪的变化呢 千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上的第82号元素 千元素比较特殊 是一种金属元素 很多人估计都没把千元素当作金属元素来看待 因为我们一开始与千元素打交道 就是从小用的铅笔 小时候用铅笔的时候呢 只听大人们说啊 铅是不能吃的 有毒 但是铅究竟有多毒呢 务实铅会引起铅中毒的情况 一般表现为腹痛肌肉痛和贫血 严重时甚至会对人的大脑造成损伤 所以如果吃下一大口铅会怎么样 就不需要我多说了吧 另外在2019年7月23号 铅也被列入了有毒有害水污染无名录 接下来登场的也是一种特殊元素 拱 拱元素是元素周期表的第80位元素 提起拱呢 可能我们不太熟悉 但是你肯定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 水银 我们在温度计中会经常看见它 拱在28摄氏度的常温下呢 会呈现出液态 并且拱非常容易挥发 在常温下挥发非常迅速 而且拱还是一种拥有剧毒的元素 如果喝下一大口拱 体内的神经系统就会被拱元素破坏殆尽 最终走向死亡 因此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温度计打碎的情况 一定要开窗通风 并且及时对拱进行处理 最后要说的元素呢 是一个大类 这些元素被统称为放射性元素 比如雷油等元素 这些元素啊都被打上了危险的标签 对人的伤害呢非常大 因此吃一口的想法最好不要有 因为这些放射性元素呢可以轻而易举的杀死你体内的细胞 并且使其发生变异 一段时间后呢就会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看到这里你会发现呢 大部分元素想要直接食用 结果都逃不了死亡 不过吃掉元素周期表本就是个幻想 重要的是了解一些比较特殊的元素 对此你们还知道哪些特殊的元素 可以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